为啥说猫杀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一切都要从1947年寒冷的冬夜说起 美国太太德雷波家里买猫爸爸的沙土被冻死了 太太只好用玫瑰来代理沙土 结果 而隔壁的爱德华则因为自制年土无人问津而心烦 这俩人就凑一块闲老坑 天哪 怎么就没有适合猫咪拉屎的土呢 天哪 怎么就没合适的人买我的黏土 又不 太太尝试用爱德华的黏土力替代玫瑰 没想到这种黏土 既可以吸附猫咪大脚片 又有除臭功能 意外的好用 猫杀由子弹烧 黏土猫杀已经推出 顺着和猫猫奴戒 爱德华也靠着销售猫杀 一跃成为大富翁 1980年 一位波斯猫的主人又发女生解猫杀 然后随着各种新型猫杀相继出现 猫咪的如此环境越来越舒适 知道了 能给我留点个人空间吗